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证实 一名美国官员上星期访问了中国 这个标志着国务卿布林肯 近两个月前突然取消中国之行后 美国以低调方式重返对话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对记者说 国务院负责中国和台湾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华智强 访问了北京以及上海和香港 华智强是国务院新成立负责美国对北京政策的 中国组的负责人 帕特尔说华智强运了工作层级的对口官员 以及驻中国的美国政府雇员 帕特尔淡反这次访问 拒绝描述会谈的议题 也不愿意形容这些讨论的结果